前文书啊,咱们说到,吕布差点被董卓用手挤扎死,心里苦闷啊,就去找宾州老乡聊聊天,嘿,这你可问对人了,这位老乡呢,就是司徒王允,很多朋友对王允的印象就是隐忍又城府,乔史连环记的干兽老头,其实王允一贯以来的作风啊,却是硬刚,极恶如愁,刚正不饿,吃了很多亏,要不是后台硬啊,早就领喝饭了。 有点像热播剧《狂标》里的《安心》,王允吃亏吃多了,吸取教训,就在董卓这里忍住了,用心机谋划了这么一次。 今天呢,咱们就好好讲讲史料里的王允。 王允自子师,出身太原齐县王室,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高门大户,世代啊,在周郡做官。 王允年轻的时候呢,就有远大的志向,想要为国家建功,经常读书看报,早晚骑马射箭,这是个文武全才啊。 游戏《三国志十四》里,王允的武力只有六,还不如他手里那把七星宝刀高,一看作者就不看后汉书。 童俊明是郭泰见到王允后大为惊奇,称王允一日千里,是王佐之才,这个朋友啊,交定了。 一日千里这个成语呢,出自庄子秋水,或者是史记秦本记,最初呢,就是形容马跑得快,现在比喻进步神速。 这里就是把王允比作千里马,王佐之才这个评价那就更高了。 其实啊,郭泰生于公元一二八年,王允生于公元一三七年,这是王允少年时期的故事,当年郭泰也不过是二十多岁啊。 郭泰还点评过王允的哥哥王洪王长文,两家属于是早有合作了。 十九岁的时候,王允当了俊丽,这个贯穿一生的刚直镜头就展现出来了。 有个太监,晋阳的赵金,贪婪强横,嚣张跋扈,是县里的一大患。 刚正不阿的王允呢,趁着赵金回乡的机会把他抓起来处死了。 赵金兄弟就去找朝中宦官撑腰,于是宦官给汉桓帝吹风点火呀,汉桓帝震怒,直接下令把王允的领导太守刘志抓起来杀了。 真是人在家中坐,过从天上来。 瑞哥觉得呀,赵金家人呢,为了让皇帝震怒,故意把事情夸大了。 刘志被说成了幕后的主使,毕竟王允一个俊丽,哪有那么大胆子呀? 说不过去呀,是吧?得把故事边缘,往大了说。 或许是啊,王允家族势力太大了,赵金家人也惹不起,只能让王允的领导背过了。 王允送桑到平原,然后为刘志守了三年才回家,这是王允对辅主的忠诚。 在当时是正能量故事,东汉的《二重君主论》咱上次讲过。 王允回乡后呢,继续被新来的太守王球争臂入府,家族势力就是强。 他的性格呢,也没有变得圆滑一些,还是一如既往的刚直。 他还是曾经那个少年,没有一丝丝改变。 王球要用一个叫陆福的人当院属,这人在本地的口碑,那是出了名的坏。 王允不同意呀,当面对得太守王球。 王球气得把王允抓起来要杀掉,冰州刺史邓胜听说后说坏了。 王球外地来得不懂事啊,赶紧叫人骑着马传令,刀下留人啊。 同时宣布,你太守府不要他了,我要啊。 邓胜比王允为别家从事,就是刺史的副官,周理的二把手。 这下王球没法杀他了。 王允由此声明确起,迫于舆论压力,太守也没敢用陆福。 这家族势力真是强啊。 王允有了名气之后呢,三公都征召他,给他发来了凹份。 王允先入了司徒府,然后举高地,就是通过公府府院考核做了试御史。 这个职位啊,在御史大幅之下,专门负责将违法的朝廷官员上报,非常适合王允。 公元184年,朝廷让47岁的王允担任御州刺史,去抵御黄金军。 他争必寻爽和孔荣等人当自己的从事,大量任命御州的党人作为自己的下属。 随后啊,王允率军大破黄金军别帅,和左中郎将黄辅松,右中郎将朱骏等一起受降数十万黄金军。 没想到啊,还有意外收获,王允发现了宦官张让的门客与黄金军的书信,原来张让和黄金军早有利益关系。 王允直接举报到朝廷,汉陵帝大骂张让,张让磕头流血,让皇帝消了气。 张让被皇帝称为阿富啊,父子俩有什么说不开的呢? 终究没有给张让处罚,缓过来的张让就给王允找茬,第二年就给王允下狱了。 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啊,太原王家势力再大,也是你们当地啊。 王允运气爆棚,很快就赶上大赦,出狱后还当刺史,但是仅仅过了十天,又被张让找个罪名要抓捕下狱了。 司徒杨次看不下去了,王允品德高尚啊,怎能屡次三番受这种侮辱啊? 于是啊,杨次派人去劝王允,张让是不会善罢甘休的,你以后肯定要遭老罪了,还是深思熟虑一下吧。 啥意思呢,就是自杀吧。 诸位从事呢,也都含着眼泪送给王允毒药。 王允立声说道,我是朝廷大臣,犯了罪该杀该寡,就应该依法接受惩罚,向天下人谢罪,怎能私下服毒求死呢? 说完扔下杯子就上了求车,就是这么刚。 大将军合进,太尉原委,司徒杨次,联名尚书求情,皇帝呢,免了王允的死罪。 你这不是能救吗?还劝人自杀? 第二年呢,王允被释放,他学聪明了,怕遭到宦官的暗害啊,就没敢回家,改名换姓,在河内和沉流之间流浪了好几年。 汉灵帝病逝,王允回京奔丧,被合进收入府中,然后任命为河南尹,和袁绍同为合进的左膀右臂,一起商量着铲除宦官。 可是啊,一夜之间,宦官和合进家族同归于尽,宦官绑架皇帝逃出皇宫。 王允还派府院闽贡十几人骑马,追随尚书卢职去救皇帝,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对闽贡这个人应该有印象,他是王允的属下。 董卓进京后,流浪几年的王允,这次选择的隐忍,虚情假意,对董卓唯命是从。 这也是他唯一一次隐藏自己刚职的性格,运用了计谋。 董卓让王允当太仆,又担任上书令,再代替杨彪当司徒,同时处理上书令的政务,对王允非常信任。 在迁都长安期间,王允保全了大量的书籍。 董卓当时还在洛阳,将长安朝廷政务都托付给王允,对王允非常信任。 你想啊,王允的刚职是出了名的,他不可能藏什么坏心思。 不想王允早就和朝中大臣们暗中密谋,杀死董卓了。 王允奏请让氏孙瑞和杨赞带兵讨伐袁术,宣称是领兵出武官,讨伐南阳叛军。 其实是想和关东军一起把洛阳的董卓抱饺子。 兵权在董卓这里可太敏感了。 董卓起了疑心,于是王允说让氏孙瑞做仆叶,杨赞做尚书。 公元191年,等董卓被孙坚打跑,来到了长安,就封王允为温侯,十亿五千户。 王允不接受,氏孙瑞就劝他赶紧接受,不要在董卓面前突出自己的清高的节操。 于是王允就接受了温侯和十亿两千户。 公元192年春天,大雨连下六十多天,王允、氏孙瑞和杨赞借着登上高台求老太爷放晴的时候,密谋诛杀董卓。 氏孙瑞通过天象看出来,最近就是好时机啊。 正好,吕布前来找王允诉苦。 之前呢,王允就觉得吕布是冰州勇士,早晚用得上。 借着老乡的身份结交吕布,吕布也很需要一位盟友,就跟王允玩得挺好。 此时呢,王允说出了自己的计划,劝吕布做内应。 这,这,那也和我们是父子啊。 哎,您姓吕,他姓董,本没有骨肉之亲啊。 现在你自己的生死都顾不上,还顾念什么父子之情啊。 再说了,董卓至己之时,想过父子之情吗? 哎呀,说得太对了,吕布如同波云见日,茅塞顿开啊。 王允劝吕布,没有用国家大义,也没有利诱,而是利用了董卓吕布的矛盾,激发了吕布自保之心。 没有用连环剂美人剂,就是挑拨了一下,除平三年,公元192年,4月23日清晨。 董卓乘车参加皇帝的庆祝会,吕布随从护卫。 世孙瑞呢,预先把写好的诏书交给吕布,吕布藏在身上。 当行至百叶门外时,李肃董人持长脊冲出刺向董卓,不想董卓朝服内穿铠甲,所以只是被刺伤手臂倒下车来。 董卓几乎,吾尔奉献何在啊?原文是吕布何在啊? 这时候吕布掏出诏书啊,喊道,有诏讨贼。 这时董卓才明白吕布反水了,大骂吕布。 用狗,你怎敢如此? 吕布率众人上前将董卓当场斩杀,太师傅逐步填井,及仆人上前抱住董卓的尸体被吕布斩杀。 在场其他的人都不敢动,董卓的死讯传出,士兵们告呼万岁,百姓们在路上再歌再舞。 很多人把珠宝却换成酒肉来庆祝,董卓全族男女老幼被朝廷下令杀得一干二净。 王允让吕布做奋武将军,贾捷一笔三思,把自己的爵位温侯送给吕布,和吕布共禀朝政。 三国制后汉书写作奋威将军应该是错的,是孙瑞在这个事情的谋划过程出了很多力。 但他拒绝封侯,王允也开心啊,把大部分功劳据为其有。 等后来李爵、郭范他们杀进来,要追查凶手给董卓报仇啊。 李爵、郭范他们都是粗人,但很有办法,不要费尽调查呀。 谁在董卓死后封侯了,谁就是凶手。 因此士孙瑞逃过一劫,杀了董卓,汉氏在忠臣王允的主持下又燃起了希望,就连吕布也是元气满满,但是王允自以为董卓已死,自己再无顾忌,掌权后刚愎自用,严肃较真,总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化身,是乱世唯一的光。 待人没有温和的态度,听不尽群臣的建议,不到一个月就败光了人员,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决策失误,比较出名的一件事就是迫害蔡庸。 董卓死后,蔡庸叹气,并且表情很伤感,王允当场看见,大骂蔡庸为了私人的一点恩惠就忘了大劫,要把蔡庸治罪。 蔡庸说,能不能让我完成汉史啊,不要杀我,脸上刺字或者砍掉脚都行啊,王允不同意,说呀,当年汉武帝不杀司马迁,导致司马迁写出了史记这样的诽谤之书流传后事,现在皇帝年纪小,朝廷局势不稳定,不能留着你瞎写呀,让我们受到你的诽谤。 百官求情也不管用,名臣马迷的散会后对人说呀,王公这样灭迹废典,恐怕他不会长久吧。 很快呢,蔡庸就死在狱中,王允后悔也来不及了,这件事在世人圈子里影响极坏啊,北海的大儒正玄都不禁感叹,汉士之士,水与正之啊。 就是说谁能拦住王允胡搞啊?其实蔡庸为董卓之死叹气可以理解啊,董卓虽然是国贼残忍好杀,但是对蔡庸非常好,蔡庸从未如此受到重用,发挥价值。 王允为啥要小题大做呢?瑞哥觉得,就是因为蔡庸在写汉史。 王允不敢想一个亲董卓的人会在史书里怎样评价他暗杀董卓的事情,会怎样评价他现在这样一个前纲独断的权臣啊? 为了名誉,他选择杀死蔡庸。 在后世的阴云小说里说,当初王允和蔡庸同为董卓心腹时,经常在一起开会,王允经常说不过蔡庸,于是心怀怨恨。 你想,他们俩同为心腹,蔡庸肯定知道很多王允低三下四好好董卓的私密事儿吧? 你知道的太多了,你还写汉史。 王允这下得罪的世人呢,更要命的是,在是否赦免董卓余党就是在外带兵那些西凉将领的问题上,王允又没处理好,引起了战火呀。 吕布在这件事上展现了格局和智慧,虽然跟西凉军有很多矛盾,却多次劝说王允赦免他们。 不劝还好啊,一劝王允的轴劲就上来了,你什么档次给我出谋划策? 他说呀,西凉诸将本就无罪,只是追随董卓罢了,现在说他们是逆贼而赦免,就好像说他们有罪一样。 所以啊,赦免他们无罪不是使他们安心的上上之策。 吕布又劝王允把董卓的财物赏给公卿和将校,挽回点人缘,王允又拒绝了。 其实啊,王允的话逻辑上都说不通,李绝郭范多次作恶呀,怎么能说无罪呢? 远的不说呀,二人因为恨王允和吕布诛杀董卓,就把军中数百名宾州男女都杀了。 那为什么王允就是不听吕布的呢? 王允当初结交吕布就是看中他的剑状勇武啊,想把吕布当成剑客,工具人。 其实王允这样的门第出身,从骨子里看不起吕布的。 你什么档次啊,跟我讨论一样的国家大事,给你脸了是吧? 真以为能和我齐县王家共病朝政? 你的建议我就是不听,我连反驳你的理由都是胡说的。 吕布确实是出身低,素质差,喜欢吹嘘自己杀董卓的功劳,这是有一说一。 但其实他真心想把朝廷的局势搞好啊,毕竟自己一个边地武夫,能有今天的地位不容易。 这几盆冷水浇下来,吕布大失所望,跟王允矛盾越来越深。 那不赦免怎么办呢?王允打算命令梁州军解散。 有人就劝王允,梁州人怕解散以后啊,被关东诸侯清算了,所以人人自危啊。 这一害怕呢,就得造反不是? 这是个高人啊,这题建议的是个高人。 您可以呢,派在梁州有威望的黄辅松去统领各部梁州军。 这是一步好奇啊,这是高人的建议,不知道这谋士是谁。 黄辅松是梁州人,平定过黄金之乱,杀过董卓全家,很有威望。 王允还有这张王牌呢,赶紧打出去啊。 王允拒绝了,他说呀,关东诸侯是义军,是我们的朋友。 如果我们留着西凉群不解散,会让关东诸侯起疑心的。 这才是王允的真实想法啊,他是想跟关东诸侯搞好关系,只可惜,玩砸了。 王允要杀尽梁州人的谣言四起,四处弥漫着不安的气息。 李决、郭范这些没出息的正打算按王允的命令解散。 校尉贾许,推门进来了。 诸位抛弃军队逃走,一个亭长就能把你们抓住,不如带领军队向西,沿途收拢士兵在进攻长安,为董公报仇啊。 如果能够成功,咱们就遵奉国家的命令征服天下,如果不能成功,再逃走也不迟啊。 对啊,对啊,那试一试吧,一句话,乾坤逆转,一语乱天下。 李决过犯振臂一呼,乱者云集,十余万梁州军一路杀奔长安。 王允这时候还没意识到威胁,派胡枕呢去劝降李决。 胡枕就是上一集啊,被吕布坑过的梁州大人。 王允估计觉得胡枕在梁州有威望,能镇住这帮小子。 出发前,王允一如既往黑着脸对胡枕说,你去问问李决这些人想干什么? 胡枕见到李决等人,当然就定下了反水的计谋。 王允果真又派胡枕和徐荣率军迎战,徐荣是击败过曹操和孙坚的汉将啊。 结局就是,徐荣战死,胡枕率中投降。 这下轮到胡枕坑吕布了,一报还一报嘛。 郭范进攻长安北门,吕布出城迎战,向郭范挑战。 郭范也是盗马贼出身啊,身姿矫健的一员汉将。 那是仇人相见,分外掩明啊。 郭范和吕布单挑,被一毛刺下马来。 郭范的骑兵救护及时啊,捡回来郭范的性命,这是史料里少有的单挑战绩。 十余万梁州军猛攻长安啊。 十天后,来自蜀地的军队打开了城门,放梁州人进来,和吕布展开巷战。 吕布败走,按照咸鱼的推测啊,这支蜀军的领导很可能是前将军赵谦。 李决掌权后,赵谦就接替了王允担任司徒。 经过清锁门外,吕布也没忘了喊上老乡王允一起走,王允拒绝了。 他说啊,如果社稷有灵,保佑我们安定国家。 当然是我的愿望啊。 如果这愿望不能实现,我愿以此来报效朝廷。 皇帝年纪又小,能依靠的只有我。 我不忍心丢下皇帝自己逃命,请你出城以后多多勉励关东豪杰, 要常常念及国家和皇帝啊。 李决等进城后大肆杀戮,长安城男女老少几乎被杀光, 尸体横七竖八躺在街头一片狼藉。 但李决却没有立刻杀王允,因为王允有俩亲信, 宋义为左平义,王红为右扶风。 俩人呢,占据富足之地,这李决怕杀了王允,他俩会起兵。 于是就以朝廷的名义,召这俩人入朝,王红看得明白啊,这不能去啊。 李决过犯就是因为我们在外,所以他们不敢杀王公。 我们去了就是被人家一起灭族,我们应该联合山东诸侯一起起兵清军策。 宋义呢,是个耿直的书生,他说啊,这你说的虽然都对, 但是朝廷的命令不能违背啊。宋义执意要去, 王红觉得自己独木难知,就怀着侥幸心里跟着去了。 刚到,直接被抓,和王允一起,一三足。 王允家人大多数被杀,侄子王臣和王陵爬墙逃走,逃回老家。 王允有个孙子王黑也逃走了,汉帝留邪迁都许昌后, 一直惦记着王允的忠诚和气节, 下令重新后葬王允,封王允的孙子王黑为安乐亭侯, 十亿三百户。 那怎么评价王允呢? 清代学者钱大钊认为呢,王允才是那个一言乱天下的人, 他虽然有诛杀董卓的功劳,但也是汉士一大罪人。 如范叶所说,是虽以正利,亦以谋己, 你不能一味刚指,还得讲究策略。 王允杀董卓就用了阴谋, 但当时的人依然觉得他这是正义之举。 当王允治国的时候却不讲策略, 不听建议,走上了一位刚直的老路, 所以才会失败啊,断送了大汉复兴的希望。 说回清锁门外啊, 吕布看王允执意留下,也就顾不上再劝, 他跑得非常匆忙啊,连妻子都丢下了, 却没忘记喊一声啊,已经和自己有矛盾的老乡王允。 当然啊,吕布也没忘记把董卓的骷髅头记在马鞍上, 这是他的荣耀和功劳,要展示给关东诸侯看的。 在将老板人头的价值最大化的方面, 吕布一直都是专业的。 吕布打开新地图,出武官直奔南阳, 走上了再就业之路。 以吕布的资历和功劳,肯定是直奔大厂啊, 加盟袁术或者袁绍集团了。 那董卓的骷髅头就是最好的敲门砖啊, 海阔平逾越,天高任鸟飞。 吕布将会有怎样的奇遇呢? 咱们下期再讲。